镜头转向区域 香港今天再次爆发了示威游行 几千名示威者手持黄伞走上街头 要求香港政府实行针朴血 香港警方部署了几千警力严阵以待 但是示威游行和平进行 没有爆发冲突 三千名示威者拿着占领中环运动的象征物黄色雨伞 把街头变成一片黄海 这是去年战中运动落幕后再次爆发的大型示威 香港警方警告示威者可能再次占领街头 并在现场部署两千多警力避免事件重演 示威发起人表示不会重演战中运动 但如果政府不回应诉求 示威者将采取更多行动 有人指出现场出现一些反示威人士 可能意图挑起争端和冲突 战中运动已经过去几个月 但仍然有许多公众呼吁港府回应诉求 实施所谓的真普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